你 谁 少司明大人 我是郡主的婢女 我家郡主不知怎么了 忽然之间昏迷不醒 可否请您去看看 昨日我就觉得不对劲 今日便略施小姬一试 师父果然灵力凝滞 你是怎么受伤的 是不是占大巫师的手守得上 这是什么 大巫师法杖上的 宝石碎片 这寻常碎片 怎会如此 这上面定是有什么脏东西 是不是 既然太景发现了 那老夫就实话实说了 这碎片上付诸魔神之力 与九一山修的天地之力 一山克 若不及时取出 时间欲久 对身体欲有害 那该如何是好 老夫向你耳打听过了 前方下城有一位姓徐的老神医 专为神官疗伤 医治各种疑难杂症 好 那我们明天便去下城 找大夫 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 你 你竟然敢困住为师 你这是 这是大胆顽劣 帽师 帽师猛撞 是不是 师父之前不是也这样说过我 怕了都说回了 师父若是想走 便在这里 安心养好身体 届时便可自行脱困 小炎儿 所言极事 我还有极事 赶紧放了我 现在呢 什么事情都没有师父的身体重要 听话 明天呢 我们就带你去找大夫 好 崇明 你不可以跟朱炎一起胡闹 快解了结界 焦然的海国军 已经开始行动了 必定是龟邪升起 开始蠢蠢欲动 你我去加紧行动 立刻找到海皇 才能有应对之策 好了 别找借口 目前 龟邪移动的方向 与朱炎要回的天际封城方向 是一致的 再说 前方下城 已被焦然海国军占领了 你要追寻的龟邪 亦在下城前方 你要追他 也得过下城 正是因为下城中 有很多的海国军 若是被他们发现 我就是所谓的屠龙客 那朱炎和我在一起 岂不是会有危险 听我的 解了结界 可是 就算解了结界 你便能从法力高强的 跪高族手下脱身吗 法术高的人 就是了不起 走 除名 啊